二叔 二叔问我许多话 我也想问二叔一句 你究竟为何要求娶一家姑娘 我与你一个黄毛丫头 我说什么呀 我本来也不知道 可是那天见着二叔你的外事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能明白什么 嫣然姐姐素来温顺 有这么一个圆培娘子 定能容忍你的外事 女儿家比不得你们男子 在外面天地宽广 任意翱翔 我们每天就这么一五三分地的事 就来来回回 仔仔细细地琢磨 我都能猜着 何况是旁人 我用心虽不真纯 可我也是痛下决心的 我成家以后 自然会安分守己 与我的大娘子 和睦地过日子 我与她都是没了母亲的人 她若能善待我的外事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她 你年纪轻轻 懂什么 等你要成婚论嫁的时候 就知道这世间万物 什么都是需要考量的 与老太太都气吐血了 二叔你知道吗 什么 老太师本不肯许婚 可不知为何 忽然改变了主意 脸看着就要同意了 二叔就没有想过 为何在这好事疆伤的 节骨眼上 女类外事就突然杀到 余府 她出身卑微 一向都柔弱 她怕我娶了一个高门贵女 从此她无容身之处 自然会去呼叫 那她又怎么知道 她师父所在 怎能把老太太 逼得吐了血 还逼着我嫣然姐姐 喝妾室茶 出身卑微或许是真 从来软弱却不见得 我明白了 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 就是这么看 也是这么看我的 乌尔淑 你曾经救过我 我心里十分感激 我真心想提醒你一句 你那个外事 朱曼娘不见得是个好人 她去瑜伽哭诉 不见得是个好人 你吊着齐横 你就是个好人了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小姑爷她心里头有你 这事你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我 你对她这是欲擒故纵 把她转在手里 像个风筝一样 紧一紧 她别来了 松一松 她别得走 好好一个七尺男儿 这不是让你给糟蹋 你 你胡说八道 我和她 话都不多说一句 通半点语句 你内心误会 看人也误会 为着自己 日子过着舒坦 就去 又 就去祸害我瑜伽姐姐 还现在还来污蔑我 早知如此 当初 我就不该去祸害瑜伽姐 我应该来祸害 你们盛家瑜伽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若执意要娶你 你那老父亲 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 让我祸害吗 你敢 信不信我给你拼了 拼 你拿什么跟我拼 这世上有山头 有水可以跳 我哪里不能拼 我这辈子做比肖泥 我做稻姑 我家去龙山做一辈子 我 我放牛更甜 我也不会嫁给你 你放屁吧 就她那斗鸡走狗 棉花素柳的轻薄样 这外事都弄到家里来了 你把烟红嫁过去 你想得出来的你 不是 不是 夫人 不是 这事啊你得这么琢磨 这顾廷叶可是他们侯福一辞 他上面就一个哥哥 整天病病歪歪的 说不定哪一会儿就断了劲了 这顾廷叶将来可是有可能 承吸绝位的 不是 咱特意不说啊 就算他顾廷叶承吸不了这个爵位 他手头上那么多铺子 这银钱何之百万 咱们家烟红嫁过去 体面也有 尊贵也有 你可这满京城你滑了 有几个能比得上 好 燕草 在这儿坐得还好吧 好 请归二十一两关银 刘妈妈请来附秤 还看什么秤啊 翠碧姑娘手上是最有分寸的 刘妈妈和彩环姑娘平日难得来 今日陪九儿姑娘吃了饭再去吧 我哪里有那么大的体面啊 还得回去给大娘子回话呢 那我送送 算了 姑娘事多 先且忙着吧 我是用老的人了 难道还不认识回去的路吗 是这里 还有 刘妈妈 六姑娘实在没什么事了 妈妈 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 回去干什么 你老老实实在 六姑娘身边给我待着 妈妈 她就是个木头脑袋 也没什么可看的 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 银香 大娘子选了你来 你若不尽心 自然有让我那借气的地方 这常百格 先前还走来看六姑娘 给她烧些刺帖呀 慰莫什么呀 不如今 已经绝进不来了 啊 长百格掀银杏服饰得不好 这六姑娘也没说什么 叫银杏去情罪罢了 可是后来又一次啊 这银杏把长百格堵在院子里 听说呀 还跟她要一条手吧 还等她在这里说笑呢 小丫头 走 百儿和海家的婚事就在眼前 这贱人还痴心妄想 谁说不是啊 哥是顾及六姑娘的颜面 这才没声张 六丫头这软骨头 这么混账的东西都收拾不了 她还想管家 你自己搅和了 于大姑娘的好事 现在 换于三姑娘嫁过来 听说她金尊玉贵养大 喝了不肯容忍 过不过得出来 都看你造化了 奴自问一直小心伺候 不知嬷嬷究竟哪里不满 你蛊惑得了家里的爷们 却骗不了 在后宅讨生活的女人 不说出生也不说家事 你有做正事的品性吗 如出身卑下